大家好,我是萊特 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少女女战车第12集的迷场面 一波里指挥一辆驱逐战车跟两辆中战车击回蜀士 今天就是要说这个迷场面 蜀士说回二战德军后期的玩具 一定要双脚后火力强,后起码,踏凉的 不是刻板印象而,德军后期就是点这三个 它自重188吨,有两个炮,128跟75 装甲最后到240毫米,但要人命的是自斜的 光是这些数据,同期的TOG2跟T28也得贵下 所以可以开始吐槽了 首先呢,属士的75炮没有害过炮 看起来很短的75炮其实比罪猎者的差一点点而已 真的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啊 罪猎者的残骑鼠是 理论上来说是不可行的 不是可以卡Bug或者雪桃被消暴 又玩过在哪个游戏也应该会懂 而是可以直接被踩烂 最好前进应该知道没有这个剧情而已 不然这种死法... 嗯... 继续 然后Enfrey用炮跟同舟机枪的吸引火力 啊...雷罗猛 属士竟然用了几秒就转的炮塔90度 半分钟比站第五的还快 真实来讲,苦衣的炮塔转一圈要半分钟 更何况是中IPK多少倍的属士 八九是中站车爬上 等一下这速度太离谱了吧 我知道我知道 上站里面的炮车都跑得超快 但是这个爬的跟越野车一样 你当你是BT7啊 我就想问为什么这豆丁会叫做中站车 它只做十二段 终于门落到爆的架身后 装甲跑到碟伍林机枪子弹也交叉不住 咳咳... 算带一提啊 近距离连7.92中德友好弹也能打穿 所以移到中国战场啊 即被打成风波 然后4号再到上面射击 李乐山来说4号的不是很长期母炮 要刺刀站的距离才能打穿鼠士 但是啊 这个引擎盖上方为了散热而打动车位的弱点 算带一提啊 斐连也有相似的弱点 如是啊 这个鼠士在达到两刹后就被切开军事了 而不是是被击溃才对 罪裂者自己也爆销了 估计是因为隐形过载而蹦掉 好 这一集算是第一次用吐槽的方式来讲解肖战 也算是那套影片的DLC 我无法用完整的文字来形容又是太方便了 如果你喜欢这套影片的话 下个赞留言跟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